某個程度我覺得是安排了這樣走 雖然我不知道日後是怎樣走 但暫時走到今天我覺得是安排了 我的名字叫王熙詠 因為我在長洲長大 因為我們有戲棚的戲 所以我小時候就會接觸 媽媽一定會帶她去看 拜神 我們這些是去吃東西 去玩 小時候又不懂聽 覺得衣服很綠綠很漂亮 就會被她們吸引了 我17歲的練功什麼都不懂 抬腿什麼都不懂 幸好我們以前學校有北京老師來 他們教基本功 教你怎樣壓腿 怎樣踢腿 後來你就知道了 掌握怎樣就拿著把刀快點 復速我們 練功是痛苦的 真的要硬著頭皮 你就來吧 你想像你每一天都是這樣 9點開始就練功 練到12點吃飯 下午可能是唱科堂 可能跟你講身段 可能跟你排氣 但是問題是你學這堆東西 跟整個社會是不接軌的 你說如果我這五年裡 我從來沒有專心一意 我覺得是騙你的 這個時代 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我們影響學院 你走出去灣仔 你所學過一套東西 跟這個世界是不接軌的 你會問我其實我沒有在這裏做什麼 其實青蛇是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尤其是很像一個小朋友 很有趣很可愛 到了驚變 那時候青蛇已經開始要打 要抗爭性 到水曼金山 我弄壞我的臉 我跟你打過 所以我覺得人物的變化 其實是很突出的 這套戲裡面青蛇 因為我們戲曲有一個很有趣 就是他這樣的打扮的話 你可以知道他是扮演什麼人物 他是什麼年齡層 他是什麼身分的人 例如小青 通常都包大頭 有個小計仔 然後戴水轉頭面 穿藍色衣服 最特別就是 舞蹈的 電視電影 一定會有化妝師跟你化妝 我們月劇沒有 中國戲劇 或中國戲劇 我相信京劇、昆劇 都是自己和自己化妝 所以我經常都說 做一個戲劇演員難 難的是什麼呢 你不單上台唱造臉打 你要學會 你要把自己的樣子 要化得很漂亮 一手一腳 要整整齊齊走出去 聽起來 好像聽起來 粵劇好像不是一個很澎湃的行業 是一個比較中年人至老年人看的行業 以前我們這個年代 小朋友只聽到粵劇是老土 等於是老土 其實現在 至少這三四年 其實政府、學校、百和 他們做了很多推給小朋友 小學生、中學生 告訴他們 這是什麼 我覺得起碼給了他們 你知道是什麼 不用你喜歡 但起碼知道是什麼 他們很小就學 其實香港紙面上 除了一些學英百和學院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粵劇班 所以很多小朋友 可能當一個興趣班 我們就去學 人家去跳芭蕾舞 我去學粵劇 所以也有很多 可能也留下了一些種子 他們慢慢覺得自己有興趣 就繼續自己去潛收 所以你說是不是夕陽 我不認為他是夕陽 但是師父 就是我們這一輩子的人 去怎樣做 繼續去做 如果你把它發展得好好的話 第二個黎明也會來 對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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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